第327集 灵二少爷 夏末知道,沐海宇这两天为这事肯定没少操心 夏末抬眸看向宋旭,青粒白皙的脸上有些犹豫,漂亮的睫毛一颤一颤的 宋旭看出了,夏末好像是有话要问他,但是他没有开口 那个中年大叔还在这里,他不知道夫人要问什么 有了宋旭的提醒,中年大叔很快地把监控调了出来 宋旭立刻就吩咐中年大叔去门口等 夏末立刻走到了监控的面前,然后点开监控的视频,认真地看了起来 夫人,您刚刚是不是有话要问我 宋旭这个时候才开口,恭敬地问道 夏末抿了抿唇问,他怎么样了 夏末的头没有抬,声音淡淡地,神色里带着淡淡的惆怅 不太好 宋旭看着夏末淡淡地说道 夏末已经知道了中毒的事件,可是又没有第一时间去找总裁 让他下来还不让总裁知道,自然是听到了什么 所以宋旭没有隐瞒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安抚到总裁,那只有夏末了 夏末的双眸颤了颤,秀眉紧紧地皱了起来 都是因为他,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真的是扫把心吗 宋旭看到了夏末眼中的暗淡,感觉自己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 他刚刚的确是有想让夏末去看看总裁的意思 但是看着夏末眉目里透着担忧,又忍不住地开口说道 也不太坏,你别太着急 夏末知道宋旭这是在安慰他 他都听说了,第二大股东穆老在会议室里一直等着穆罕宇 逼穆罕宇跟他分手 穆罕宇不理他,他就一直等在那里 其实等久了,对穆罕宇的微信跟名声都是十分不好的 夏末叹了口气 现在也只能尽快查出事情的真相 只有查出下毒的人,那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不是因他而起的 可能是别人有另外的预谋 夏末想着也不说话了,就认真盯着视频看 第一个监控视频里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拍到有关的地方 第二个监控视频看到了那个端着馅料的师傅 走了过去,然后一会儿又走了出来 就如那个师傅说的,他的确是去了个厕所,然后就回来了 可是这个视频里依然看不到师傅放馅料的位置 今天夏末有去看一下那个位置的 那个位置是会场的后台出来的一条路 进去是后台,给那些表演或者化妆的人 需要去厕所的时候方便一些 所以这条路上没有什么监控视频 只是短短的六米左右的一条通道 椅子在的那个地方,是工有需要的人放置东西的 按照五人县师傅说的,他就是把馅料放在这个桌子上的 夏末点开了第三段视频 此刻的他脸色凝重 眉头微微皱起,眼底一片暗淡 这已经是第三个监控 如果这个还找不到线索,那就只剩下两个了 他能找到关键性的线索吗 刘露看着夏末凝重的眼神 连忙微笑着,开口安慰道 啊,刚刚那个就看到那个师傅了 说不定这个就可以看到放馅料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就算这个没有,也还有两个 你说是不是啊,夏夏 夏末知道刘露是为了自己好 苦笑着勾勒勾唇说道 我没事 然后就认真地又看起了视频 这一个监控视频跟之前的监控视频都差不多 夏末呆呆地看着监控视频,心里挺失望的 他的这条线索是不是就快要断了 也许是他的分析 监控视频没有及时换成下一段 宋绝突然看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背影 等等,夫人 您退回去,我看一下 宋绝的眼睛一亮 夏末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 快速地退了回去 这一次宋绝看清楚了 监控视频上的人真的就是零二少爷 宋绝想起来 牧总让他调查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和顾潇潇开了房 还真是巧 零二少爷出现的这个时间也十分地巧妙 宋绝又拉了一遍回去 从头认真地看了起来 零二少爷走进去的时候 走得很边 监控视频没有把他整个人拍下来 但是却拍到了裤子跟鞋子 宋绝把裤子和鞋子进行对比 真的就是零二少爷 从宋绝到回去的视频 夏末也知道宋绝应该是了解到了什么 而且他也认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上一次 穆罕宇带他去酒会 然后这个人过来调戏他的林二少爷 后面是苏晨救了他 还让穆罕宇闹了误会 林家跟穆家有生意上的往来 所以林二少爷会来到会场 这并不是太奇怪的事 为什么宋绝的眼底却是大放异彩 难道是这个人下了毒 夏末扎巴着眼睛 惊喜地抬头望向宋绝问道 你觉得是这个人下的毒 可是他为什么下毒 下毒的动机又是什么 不可能是因为上次的事情 他就朝着这么多人下毒 却有些太残暴了 刘露就更不明白了 看着宋绝的举动 听着夏末的话 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个林二少爷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只是上了个厕所出来 并没有什么异常啊 宋绝却是难得的 十分欣喜地说道 下毒的事情 很可能跟他有关 但是现在没有证据 我也不能确定 我们再看看剩下的两个视频 也许是有关于商业的事情 夏末没有在问什么 而是很干脆地点了下一段视频 后面的两段视频 都没有拍到相关或者可疑的人 宋绝看完视频 就跟夏末和刘露告别 现在虽然还不能确定 但是有很大的眉目了 夫人你放心 我先把这个信息告诉牧总 宋绝没有告诉夏末 顾萧萧跟林二少爷的事情 毕竟这个事还关系到 顾萧萧跟牧总的感情纠葛 还是应该由牧总来说比较合适 嗯 夏末点了点头 既然宋助理不方便说 那他就没有再问 他其实是有点想上去看穆罕宇的 可是又不想给穆罕宇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夏末他也不知道 这些麻烦是什么 总之内心就是有种恐惧 在万豪国际的门口 夏末抬头看了一眼万豪国际 万豪国际还是一如既往的气势辉宏 可是夏末的心呀 看着这座豪华 而又气势辉宏的大厦 心里竟然有一种特别遥远的感觉 刚刚本来以为 马上就可以找到证据了 可是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夏末的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 刘露看着夏末微微皱着的眉头 和他说的 刚刚宋助理不是说已经有眉目了 你就放心好了 相信一切很快就大白于天下 夏末黑白分明的姓毛里 带着淡淡的忧伤 纤长浓密的睫毛微微一颤 就算事情大白天下 可是被认定为扫把心的事实 应该是改不了了 露露 我是不是真的 不应该在中秋晚会上 安排做什么点心 我只是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可以跟亲人之间 一起做一些事情 可以有更多更美好的回忆 可是我却忽略了很多现实情况 比如这么多人的点心 得多费时费力 比如安全问题等等 都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夏末咬了咬唇 不得不说 他当时战胜的欲望 也是十分的强烈 所以让他忽略了许多 刘露的呼吸一紧 看着夏末脸上忧伤的神色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夏末 所以夏末从来到现在 都没有要去见牧总 甚至交代宋旭 不要告诉牧总他来过 是因为觉得 自己做错了事情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不敢去面对家长一样吗 刘露抱着夏末的手臂说道 这些事情 谁都不愿意发生 你比谁都不想 我们又不是神仙 还能预知未来的事情 这件事情上 你并没有做错 夏末的心眸里 阴晕出了一层水雾 他不想让刘露看到 他眼里的泪水 只好撇头 看向另外一个方向 咬了咬唇 微微地深吸了一口气 要不我们现在去医院 看一下那些中毒的人 我昨天离开医院 他们就已经脱离了危险 说不定 他们都已经痊愈了 刘露笑着说 他知道夏末现在的心情不好 他今天在公司里看到他 就一直在问那些患者怎么样了 他心里应该特别担心 那些中毒的人 他之前才跟他见上一面 后来他遇到了危险 他就找来总裁救他 现在因为他的原因 让那些病人住了院 他心里应该是十分自责的 所以看到那些病患 快要好起来 他的心情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夏末断了一下 然后淡淡地点了个头 他真的特别想要去看看 那些中毒的人 可是心里也是害怕的 那些患者会不会不想看到他 他是现在过去道歉 还是等他们病好了 再去道歉 不过好在有刘露 陪在他的身边 夏末还是觉得 现在过去吧 有些事情 他总是要面对的 我去开车 你在这里等我 夏末对着刘露说 夏小姐 你也在这里 好巧哦 夏末刚要离开 突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便在他耳边响了起来 这个声音他还算熟悉 而且今天的声音里 带着一股不屑和鄙夷 这样的声音 似乎比平常 他装着跟他十分友好的样子 更容易让别人接受 来的人正是顾潇潇 顾潇潇今天穿着 倒是比平常保守许多 难得的长裤长袖 不过他的身材好 衣品也不错 穿得十分时尚 不过今天的脸 就没有往日的高贵好看了 今天他画的妆 特别地浓厚 简直就跟刷了白墙一样 刘露看着他心里就烦 他昨天在舞台上 晕倒了下去 后来夏末绑架 还有扫地的视频 他肯定是知道的 还有晚会中毒的事 他多半也是知道的 看着他唇角 扬起得意的无度 刘露就知道 今天是黄鼠狼 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刘露白了一颖固嚣嚣 拉着夏末的手就要走 别理他 我们走 夏末的确也不想理他 他现在的心 已经够赌得慌了 可不想再添赌了 夏末抿着唇 淡淡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 跟着刘露打算要离开 顾潇潇今天来 本来就是打算 看着夏末狼狈的样子 可是没有想到 夏末刚刚还对着他 笑得出来 也许是夏末的笑 刺激到了顾潇潇 他十分迅速地 提前一步 走到夏末的面前 对着他说道 怎么 被韩宇哥哥求婚了 就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 总裁夫人了吗 连见到我都不打招呼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见到你还得打声招呼 夏夏好歹现在是 总裁的正牌女友 你算老几啊 刘露看到顾潇潇 阳阳怪气地说话 没好气地跟他说的 你 顾潇潇被流露哽咽的 脸上轻易震死一震的 但是很快 他脸色就恢复如常 他今天是来看夏末笑话的 不是来生气的 我是谁 你不知道吗 我是大明星顾潇潇 我是顾家的千千小姐 韩宇哥哥虽然昏了头 跟你求了婚 可是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谁才是最适合他的人 将来我才是唯一可能站在 韩宇哥哥身边的女人 顾潇潇挑着眉 还挺了挺凶 刘露痴笑了一声 顾潇潇问道 你笑什么 笑你 刘露眼瞼一概 顾潇潇的脸立刻就清了下来 双手握着拳 要不是在这里 随时有可能被人拍的不好的画面 他现在肯定一拳 就打在刘露的脸上 刘露又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过是顾家领养的孩子 就你这身材 就你这脸蛋 哪一点比得上我们下下 不是我们总裁瞎 是你新瞎了 看不到我们总裁睿智的眼光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站在我们总裁的面前 别做白日梦了 顾潇潇再也忍不住地提起手来 往刘露的脸上甩了过去 她的速度很快 刘露根本就来不及躲 而且她也不打算躲 直接缩了缩脖子 闭上眼睛站在那里 可是印象中的巴掌 并没有落下来 紧接着 啪的一个声响 十分的响亮 刘露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顾潇潇犹如白墙的脸上 红红的五根手指印 特别的显眼 你 你竟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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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